每位前员都有單獨的房間 只有名窺和原有是雙人房 對大家來說真的是誇獎 大離失後強和非常大的客廳 窗外看出去的高樓視野也是相當的好 更衣間的窗戶用鋁箔紙貼著 不然就是坐著睡或者是在沙發上睡 這個房間還根本只能彎腰進去 嗨 歡迎來到TEEPER推播 我是Danny 偶像他們在出道後 通常他們會一起住在宿舍裡面 那除了讓前员們感情可以變好之外 也讓公司方便管理 那偶像的宿舍啊 其實都會依照公司的規模而有所不同 好的呢 高級的像個皇宮 爛的呢 甚至連床墊都發霉了 今天我們就整理了11個 很窮酸到超滑滑的偶像宿舍 如果你們也喜歡可以開玩音樂 偶像 戲劇 傳達及美妝 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並開啟小鈴鐺 最後別忘記追蹤我們推一波IG 及臉書社團唷 第一個 宇宙少女 最近在Quindon 2中得到冠軍的宇宙少女 他們在2016年出道時 就透過團眾宇宙Like少女曝光過宿舍 當時的成員一共有13名 雖然說宿舍整體已經算很大間了 但因為人多的關係 僅有三間房間要擠下13名成員 加一名經紀人 不只要用上下鋪來分配 甚至還需要6個人擠在同一間 廁所也要排隊使用 如果排到最後一個洗澡的話 至少要等到2個小時才能洗到 對出道初期的他們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哇 太誇張了 不過後來有聽說他們換了宿舍 相信成員們能使用的空間 應該有變得比較寬強一點 也希望他們可以持續走花路 一人一間的房間日子一定也不遠了 蠻辛苦的 他們住的那個宿舍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膠囊宿舍 一人都小小一個空間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擺放的東西 然後如果他們行程又很繁忙的話 甚至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睡覺跟休息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第二個 17 小十七在剛出道時 宿舍生活也是非常的艱辛 因為成員13人非常多 所以他們也是所有人都睡在一起 一開始沒有房間也沒有床 大家就只有空間就鋪著棉被睡覺 不然就是坐著睡或者是在沙發上睡 這裡在哪裡? 宿舍 13個人也只能共用一間廁所 為了省時間還約好洗澡只能使用5分鐘 而且是一次3個人到4個人一起進去使用 非常的可難 隨著時間 小十七的發展也越來越好 後來他們終於鼓起勇氣 和經紀公司喊話 這也讓他們可以分層居住 啊 這裡有6.8.8 對 沒關係 13個人分別住在兩層樓的9個房間內 但還是會有需要睡上下鋪 或者是像在房間放電腦 原有只能睡客廳的情況發生 我現在就睡了 不過即使分層了 廁所還是有限 所以他們還是習慣一起洗術才能更省時間 幸好來到了2020年 小十七再次換了宿舍 - 獨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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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雙人房 對大家來說真的是寬敞了非常的多 這樣的宿舍的演變 其實蠻令人感動的 因為畢竟他們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跟心力 才換得今天比較舒適的空間 - 新年都比你更新的 - 女團 秘書店 - 女團 秘書店 在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成員含上火參加的綜藝 《青春不敗》 意外的破關了他們的宿舍 當時他們就住在一個小小的半地下室 四個人只能擠在一個小房間睡覺 然後旁邊在一個小房間當更衣舒嬅間 當時主持人發現更衣間的窗戶用鋁箔紙貼著 上火也笑笑的說因為沒有窗簾 所以只好用鋁箔紙來代替 廁所的水壓也是小到沒有辦法使用 節目播出後讓粉絲們非常的驚訝 還幫他們取了 也難怪Secret在出道後的目標 不是拿到音樂節目的第一位 而是希望趕快賺錢可以換宿舍 還好他們很快就發光發熱 換到比較好的環境居住 無奈 最後還是因為經濟公司的關係 讓Secret就這樣消失了 大家有看那個寄生上流嗎 就是裡面他們住的那個就是有點像是 半地下室的那種房子 有一個窗戶可以看到外面 然後下面是住的地方 他們比那個還要在更裡面喔 不覺得我們現在很幸福嗎 我們有快樂的窗戶跟快樂的窗簾 他們居然連窗簾都沒有還用鋁箔紙 What the hell 第四個TRCNG 除了Secret之外 TS娛樂旗下男團的TRCNG 也被爆出住過很糟糕的宿舍 成員太軒和佑夜 就曾經提出宿舍的環境非常的狹小 一樓只有兩間房間睡了八名成員 另外兩位成員只能睡在倉庫型的房間 這個房間還根本只能彎腰進去 沒有空間站直 另外宿舍的地板不僅僅是因為 因為滲水的問題爛掉 暖氣系統也故障 即便有兩個廁所 但因為一個已經壞掉了 公司又不請人幫忙休息 所以十位成員只能輪流的使用 飲水機也因為已經壞掉了 成員喝了水都會生病 最後甚至是成員的媽媽出錢 把他們修理淨水器、廁所、冷暖器和電燈等問題 控訴、TS娛樂完全都不管 沒幾年後也因為TS娛樂擺爛的關係 TRCNG也宣布解散 希望他們以後能遇到更好的公司 有更好的發展了 如果提到最慘女團宿舍之一 那LOVELIES一定有上榜 他們的宿舍在團眾LOVELIES夢遊仙境 和綜藝生農業的單身派對中有曝光過 一間適合小家庭生活的屋子 卻要塞下八名成員 所有人都只能在一個小房間打地鋪睡覺 全部甚至還發霉也沒有人在乎 每個人的物品則是堆積在各個空間裡面 每個人的物品則是堆積在各個空間裡面 每週在節目上曾經說過 他們的宿舍真的非常髒亂 因為行程很繁忙的關係 都沒有人注重打掃 廚房的碗盤也都沒有洗 甚至食物都直接放到爛掉 這也讓他笑說 當他從宿舍搬出來後 覺得自己的免疫系統和生活品質都變好了 第六個BTS BTS雖然現在身為世界 有豪華的宿舍之外也各自買了豪宅 但他們在剛出道時也是非常的辛苦 七個成員同樣是睡在一個房間內 一共放了三張上下層的雙人床 及一張單人床 客廳也擺滿了所有成員的東西 甚至所有衣物也只能曬在客廳 到了2017年 成員搬到所有最貴的大樓之一 湾南The Hill大樓 布置空間有74坪大 也要價82億韓元 相當於新台幣2億元 大家也終於有自己的房間和工作室 但因為房子實在太大了 所以成員們總是不知道彼此是不是在家裡 即便在家裡的時候 都還要靠打電話才會找到人 其實除了經濟公司租了 漢南The Hill大樓當副社之外 後來金和阿恩也買下這邊的房子 近期只用一套房屋還是送給他爸媽 很開心看到房旦商人團發展得這麼好啊 第七個 徐康俊 演員徐康俊曾經和其他四名演員 組成團體 Surprise 成員另外還有唯一 口名江泰武和李泰化 而且還發過一張迷你專輯 當他們還是新人的時候 一起擠過宿舍 徐康俊上Roomate 其實就介紹過他們的小宿舍 全部都是反應 成員加上經紀人 一共七個人一起生活 他們五位成員共有一個房間 不管是吃飯還是個人物品 全部都擺在一起 睡覺時也像飯卷一樣一起躺在地板 所以對他們來說拍節目時有窗 簡直就是天堂 幾年後徐康俊接受了SectionTV訪問時 表示自己已經搬出宿舍獨立了 他認為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自在 第八個 Twice Twice剛出道時也透過團眾 讓粉絲們看到宿舍生活的樣子 因為有著寬敞的客廳 讓不少人直呼 九度的宿舍真的是太大間了吧 但仔細看了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只有客廳大而已 實際上九位成員呢 只有三個房間可以使用 最大的房間一共睡了四名成員 光是床鋪就佔滿了房間 定顏和萌萌在同一間 一起睡一個雙人床 最後一間則是需要上下鋪 才有空間擠下三人 不過對很多星團來說 Twice的宿舍確實算是比較舒服的了 這裡有一個雙人座 這就是Twice的名字座 因為他們宿舍 還有一間很大間的化妝間和衣帽間 十個多年之後 Twice當然也換了新的宿舍 除了是隨著他們走花路 可以擁有更好的環境之外 會換的地方主要原因 還是因為私生飯的關係 而且在換地方之後 Twice的成員們也很少在宿舍或房間直播了 主要是避免怕拍到窗外的樣子 以免又被私生飯發現他們住哪兒去騷擾他們 我們都知道就是韓國他們那個私生飯 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擠 借我們有一支影片就有講到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還有粉絲偷跑到那個XO的宿舍裡面去 偷DEO的那個內褲 來去買 超變態的 我要去監軍你 第九個Winner 南韓Winner剛出道時 和其他團體比起來已經算是豪華的了 因為一開始就是每個人一間小房間 不用跟別人一起擠 隨著他們的知名度上升 最後四位成員呢 直接是兩個人 兩個人分別一層樓 雖然都是宿舍 但比起以前又更舒服很多 哇 五棒耶喔 真的 五色那麼喜歡的 可愛的是 成員們剛好分成貓派和狗派 所以養貓的 秦宇 名號和經紀人一起 同住在一層叫貓房 而養貓的生潤和生薰 則是狗房 不過也因為在樓上樓下很相近 大家沒事還是會去串門子 加上狗方有一台非常舒服的按摩椅 其餘沒事就會上去樓上按摩呢 這樣很方便耶 他們一個人是貓派 一個是狗派 然後剛好分成豬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而且那個椅子真的看起來超舒服的 如果我的室友有這個椅子 我也一定每天都上去偷偷尬聊一下 坐在那裡 第十個 Blackpink Blackpink 首次曝光宿舍的時候 就讓大家驚訝到不行 他們在團眾公開亮相了宿舍和房間的模樣 不只有大離師後牆和非常大的客廳 最重要的是 他們不像其他新人團要同住在一間 或者是分上下鋪睡 直接是一人一間寬敞的房間 每個房間都可以放下雙人床 還有許多的空間可以讓成員們 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擺設 不愧是一出道就成為怪物新人的女團 可以說是YG新團裡面待遇最好的樂 聽說YG的藝人 他們都會讓她住在同一個社區裡面 你能想像嗎 這個社區裡面住滿了明星耶 這是一個夢幻社區吧 第十一個 艾芙 出道扮演的女團艾芙 在全知干預視角中 首次曝光了宿舍 沒想到節目一播出後 就引起很大的討論 因為他們的宿舍也非常的豪華 不只是客廳和廚房非常的寬敞 窗外看出去的高樓視野也是相當的好 雖然還只是新人 但六位成員呢 就已經有四個臥室可以使用 其中還有三位成員是單獨一間 剩下的三位成員即使共享了房間 也可以看出空間非常的寬敞 即便用屏風把各自的床隔起來 房間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讓他們擺放物品 而且有兩間衛浴讓他們使用不用搶著用 不愧是韓國出道後最快拿到應放一位的女團之一 相信粉絲們一定很開心 自己的偶像可以受到經紀公司們這麼好的對待吧 好啦 那個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這裡的偶像宿舍啦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就是出道的時代不太一樣 所以以前出道的真的 他們的宿舍大約都會比較差一點 隨著現在的資源越來越多 然後越來越多團出現 其實他們現在住的宿舍都越來越好 有些真的是還蠻高級的耶 像BlackPink跟艾福德就真的都蠻大的耶 那個空間都不太大 今天哪個宿舍是讓你覺得最誇張的呢 或者是還有誰的宿舍你也想跟我們分享的呢 都歡迎到影片下方的留言處 幫我們討論留言分享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你是在偷包一個公司太小了 不是 是他們真的太 已經出來了 我們公司很大啊 他們住的地方真的太大了 轉得太牽強 我們公司很大 但我們公司其實是快樂的空間 因為我們公司沒有太多人 可是大家都在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而且有快樂的小狗狗 知道嗎 我們公司有超多快樂的小狗狗 希望有一天我來公司也會有快樂的小貓貓 而且我們公司都是狗派 公司少數貓派 就會覺得有貓派嗎 有貓派嗎 貓不是這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嗎 好啦 小鹿你現在一定會把我們 你把你們家最可愛的安娜跟 Vader跟Roshan全部找出來 我知道 但我還是貓派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